我国新冠肺炎单日确诊病例连续三天创新高之后 今天是稍微下降 不过这个稍微呢 其实都还在2万以上 今天新增22,262宗病例 这已经是我国连续40天 单日新增病例都破万了 同时今天再有18,576人康复出院 223人逝世 累计死门人数达到了13,936宗 在周数方面呢 雪州依然位居忙首 增加了7,011宗 紧接着是沙巴 2,650宗 以及沙拉越1,964宗 另外我国昨天接种了48万3千多剂疫苗 其实目前呢 我国有55%的人口 至少已经接种了1剂疫苗 38%的人口已经完成接种2剂疫苗了 那早前呢 政府宣布放宽处于复苏阶段 第一复苏计划第一阶段的周数 和直辖区的这个防疫措施 允许已经接种2剂疫苗的民众 可以堂食啊 户外活动啊等等 那来到昨天呢 国安会进一步松绑完成接种疫苗民众的SOP 解除出门不能够超过10公里距离的限制 但是依然禁止跨州跨线 而且SOP也缠明呢 接种2剂疫苗的民众可以依据汽车的载客量来供车 至于还没完成接种2剂疫苗的人士 依然限制两名家庭成员供车外出 购买食品、药物和基本必需品 马上という网期は 感谢观看